从没见过这么坑人的医生 给患者看病全靠上网搜索 查到什么就是什么 可即便这样他也能出错 整个小镇的人都不知道 这医生其实是个外星人 就在四个月前 他驾驶飞船来到地球执行任务 不料突然被一道闪电寄住 飞船失去控制 当场坠毁 一个外星人侥幸活了下来 趁着夜色偷偷溜进一家农场 饥寒交迫的他 意外看到了一头奶牛 吃饱喝足后 外星人闯进一间湖边小屋 和误助哈利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他伸出腰间两只小手 将哈利直接扔进冰冷的湖中 然后变换成他的模样 外星人的计划很简单 以哈利的身份暂居地球 然后找到飞船 做完任务就走 为了搏落马脚 他跟着海报上的明星练习微笑 奇数连吃饭刷牙都不会 喝个水还会搅碎玻璃杯 走起路来更是摇摇晃晃 不过最难的要数学习人类说话 哈利一边看电视一边练习 四个月后 他终于看起来像个正常人 这天 家里突然来了两个警察 原来镇上刚发生一起命案 而死者是当地唯一的医生 由于没人会做尸检 警察只好来找通过医生的哈利帮忙 为了防止对方怀疑 哈利只好跟着他们来到案发现场 原来女人是医生的助理小美 而真正的死者则躺在地上 哈利掀开白布一看 发现医生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哈利推断 根据伤口的角度和血迹判断 医生应该是自杀的 警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说完哈利投也不回地离开现场 镇长急忙追上来拦住他 请求哈利帮忙解剖尸体 还所有人一个真相 一听到解剖尸体 哈利瞬间来了兴趣 虽然他是个门外汉 他凭着超强的学习能力 在尸体上有模有样地操作着 工作结束后 小美邀请他去酒吧喝一杯 结果调酒师递来的威士忌 哈利欲饮而尽 结果瞬间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几杯酒下肚 人也跟着飘了起来 第二天哈利受邀参加医生的葬礼 小美无意间说了句空气很新鲜 哈利脑中突然灵光一闪 他静止走向棺材 并在众目睽睽下掀开棺材盖 经过一番观察 哈利表示找到医生的死因了 他说医生牛鱼突然喘不上气 情急之下 想给自己做气管切开树 可惜已经为时已晚 最终因窒息和失血过多而死 至于他喘不上气的原因 肯定是被人下毒了 而凶手就藏在人群之中 究竟是谁想要害他呢 看来这个镇上的人并不简单 我是龙猫 下集内容更精彩